9月13日,星期易得道,早晨,我是新聞報道員,小碧 近日越來越多人討論土地2047年大限的問題 有人提及到2047大限地契問題必須在10年內解決 否則半個香港物業市場將會停頓 政府亦曾表示,有超過3萬份新界包括新九龍土地的契約 即所謂地契,將會在2047年中期滿 說到這麽大件事,究竟2047大限是什麽呢? 究竟使用權限到期有什麽影響呢? 到時使用權會否自動續期呢? 而保地價的費用又要多少呢? 樓市會否這樣倒閉呢? 今天就想和大家講講這個問題 事實上中國大陸的土地使用權是有期限的 年期介乎20至70年 早年溫州已有物業去到20年使用權限 逐期需要保地價接近30萬人民幣 金瓦足足是樓價的一半 消息當時不僅引起當地民眾關注 更令本港不少業主或考慮上車的香港人感到擔心 他們覺得如果一國兩制無繼續實施 到時到期地契會否變成廢紙? 根據地政總署按土地註冊提供的資料所整理的數據 目前有效並且涉及一般商業住宅工業用途地段的土地契約 到期的年份最早是2025年 由2025年至2047年6月29日 總共大約有2,400個一般商業住宅工業用途的地段 土地契約會到期 接下來就講講2047大限的四個主要問題 問題一所謂買地買樓並不是土地擁有人嗎? 要探討土地使用權限到期的問題 首先要向大家講解香港的土地業權 其實除了中環聖約翰助堂或永久地權之外 所有土地都是政府擁有的 所謂買地買樓都只是取得政府批租地的使用權 現時所謂的業主都只是該土地的租用者 而並非真正的擁有人 問題二批租年期有多久呢? 為何土地的使用權限於2047年會到期呢? 一般政府批租年期分為三種 分別是75年、99年以及999年 當中港島和九龍部分屬於舊溪 造期是999年、主要位於中上環、山頂、灣仔、北角等地區 其餘港島和九龍半島、界限加以南 土地使用新溪、批造年期是劃一75年 其餘港島和九龍半島即界限加以南 所有土地都是用新溪、批造年期劃一75年 至於新九龍即界限加以北、移到獅子山以南 和新界的租期是99年 由於在1997年前 香港面對回歸前途未明的問題 為了釋除大眾疑慮 中央政府提出1997年7月1日至2047年6月30日內 租約期滿的土地以免保地價 只需繳英貨猜響租值3%的年租 就可以繼續租用 換計畫來說 大部分租用的土地以及土地以上的物業 在2047年6月30日到達批租土地的年限 土地的使用權將會到期 到時政府會有三個選項 一、它會收回土地 二、繼續免保地價自動續租 還是像溫州事件一樣需要大筆保地價呢? 而目前很多人認為中央政府不想香港動盪 將會採取自動續租的做法 問題三、使用權限於2047年到期會有什麼影響呢? 現在向銀行承租的按揭最高年期是30年 如果2017年7月後開始計 正好跨越2047年的土地使用權到限期 而發展局局長王偉倫也曾回復立法會議員說 政府全權著情決定為地契續期50年而無需要補地價 但業主需要每年繳交租金 金管局方面亦曾回應指出 政府會有權批出2047年後的續期地契 銀行無需要調整按揭的政策 問題四、面對使用權限2047年到期 政府如何回應呢? 根據特區政府在1997年7月公布的政策聲明 沒有續期權利的土地契約 不包括短期租約和特殊用途契約 在期滿時可以由政府全權著情決定 續期50年而無需要補繳地價 但每年需要繳付租金 需要繳交的款項相當於有關土地 應該給的猜響租值的3% 而這個每年要交的租金 將會跟隨猜響改變而調整 根據這個政策 特區政府成立後 批出的地契年期一般是50年 並且跨越2047年 視乎批出的日期和契約年期 目前有效的土地契約將在不同日期期滿 包括2047年6月30日當日 之前或之後 自特區政府成立以來 地政總署一直按上述的政策 處理期滿土地契約的續期事宜 考慮土地續期的契約 因素就包括原有契約 有沒有出現嚴重違反地契的情況 以及違契情況會否在限期前糾正 但如果原本的契約是基於某種政策考慮 例如推動個別工業的發展而批出 所以地政總署會考慮續期的情況下 就會考慮這個政策是否仍適用等等 地政總署就這麼說 具體手續方面根據現時的安排 如果土地契約可以獲得批准續期 如果土地屬單一業權或屬共有業權 而所有擁有的人都一致同意續期的安排 地政總署一般會與所有業權人 簽立土地契約續期文件為土地契約續期 如果土地屬共有業權而擁有的人 未能或難以一致同意土地契約的續期安排 例如單位分拆出售的住宅樓宇 政府將以現有的土地契約期滿後 將新的契約批與財政司司長法團 再由財政司司長法團將個別物業的 不可分割份數轉讓給有關物業的註冊業權人 這個做法確保即使個別業主不同意或不能執行轉讓的安排 也不會影響願意續期和完成轉讓手續的業主權益 一般來說地政總署會在土地契約屆滿前的三年 開始處理續期的事業 就個別較複雜或共有業權較多的個案 處方可能會更早展開相關的工作 在2047年6月30日將會有大批的土地契約到期 所涉及的地段數目、用途分項和權益分數等資料 有待地政總署整理 預計有關整理工作會於2021年起分階段完成 至於2047年6月29日或之前到期的土地契約 根據地政總署按土地註冊署提供的資料 整理出來的數據 目前有效並涉及一般商業、住宅、工業用途地段的土地契約 到期的年份最早是2025年 由2025年至2047年6月29日 總共大約有2,400個一般商業、住宅、工業用途地段的土地契約到期 所涉及的權益分數資料現在正在準備中 英國政府以修改規例 伴侶或可與主申請人分開時間申請BNO簽證 英國政府於9月10日公布移民規例修訂文件 Statement of Changes of Immigration Rules 內容涉及BNO簽證 現時BNO簽證主申請人的伴侶 必須與主申請人一起申請BNO簽證 熟悉BNO事務的英國律師文剛解釋 修訂後英國政府或容許主申請人的伴侶 與主申請人分開不同時間申請簽證 另外已婚配偶亦不需要證明與主申請人一起住 如無意外修訂計劃會於10月6日生後 修訂到於伴侶修養人的關係條件作出改動 修訂前伴侶修養人必須是BNO簽證主申請人的伴侶 即是必須是申請當中 而在更改條文後就算主申請人已獲批BNO簽證即是申請完畢 他的伴侶亦可被視為修養人的申請人 在現在來說BNO的主申請人伴侶必須與主申請人一起申請BNO簽證 律師文剛解釋修訂文件似乎說明文件申請後 就算主申請人已獲批BNO簽證 他的伴侶仍可申請簽證 另外現時BNO簽證伴侶修養人必須與主申請人來自同一個家庭 一般即是要共同居住 但修訂後如果雙方已婚 就算分開住 受養人的身份亦可獲承認 修訂將容許已婚帶未同居的配偶 以受養人身份申請BNO簽證 不過申請人需要在申請時提交證據 證明雙方關係正確 不過以上只適用於已婚的配偶 換句話來說如果雙方是未婚的伴侶 受養人仍需要與申請人同居最少兩年 而律師文剛就說 已婚配偶就算不需要證明他們來英國之前同居 他們也需要在到達英國後同意一起住 他就強調授定文件緊供參考 有意申請者不應該視為正式的法律意見 李大圍城在英國首次放映 香港人觀影落淚 反送中紀錄片李大圍城 Inside the Red Brick War 在星期六9月11日 在倫敦Open City紀錄片節上放映 是首次在英國放映 大部分觀眾都是香港人 其中一位是曾參與過李大附近示威的阿K 化名 他表示李大圍城令他想起當日的畫面 他就說 我覺得很傷心 因為每一個示威者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他還在觀看時也忍不住落淚 阿K認為 如果有在英香港人舉辦這個紀錄片放映會也是好事 如果我們可以香港人聚在一起看 或者可以撫平大家的傷痛 給支持大家 知道就算過來也不是自己一個人 他希望這個紀錄片可以繼續在外國播放 而在放映後的設置問答環節 也可以讓外國觀眾更明白香港所發生的事 告訴他們我們每一個都有經歷過的人 流亡英國831事件暴動案被告之一的黃茂俊 也有入場觀看李大圍城 黃茂俊表示他看過紀錄片後有些傷感 他就說 我以為自己已經準備好 但也有點淚水 在片中有示威者提及到布底見 令他也想起運動的初衷 他認為在海外播放這類紀錄片或電影 有在凝聚離散的香港人 指引海外香港人走下一步 在影后的座談會上 流亡英國的前立法會議員羅冠聰表示 李大事件是香港人的創傷 事件仍未完結 檢控仍繼續 他自己一開始也未做好準備回去看 羅冠聰認為李大事件是香港示威重要的一章 不少香港人在英國開展新的生活 他認為要教育下一代有關李大事件和2019年香港發生過的事 凝聚香港人社群 他強調回顧那段歷史是很痛苦但必須的 李大維成這部電影在倫敦的Kerson Soho戲院放映 有紀錄片折工作的人員表示 因為很多觀眾買門票 所以放映的場數由一場增加到兩場 片長大約88分鐘的李大維成 記錄於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學洪瀚校區發生的警民衝突 這部電影獲得多個獎項 包括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剪接獎 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的最佳電影獎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華人紀錄片獎的首長等等 但在香港這部電影就被阻撓播放 但在香港的聽眾應該就沒得看了 這部電影被電檢處評為第三級電影 以及被親建制媒體追擊 甚至要求電影報刊和物品管理辦事處禁播 最後原定播放這部電影的高鮮電影院 就叫停了放映活動 今天的新聞報導完畢 希望大家有個愈發的星期一 明天見 拜拜 再次見 拜拜 再继续